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给你多点事 谢谢 陈总 好久不见 潘老师 你好 你好 上次定制的礼服 陈奶奶还满意吧 我跟我太太是相当满意 熊英老师一出手 那真是不同凡响啊 以后陈总多多指教 哪里哪里 以后我女儿的婚纱 还要你费心了 好说好说 来来来 我先去看看高尔夫 没事 抱抱咋 好 我们最近在社区里面 社区里面的老师 孔老师 孔老师 我给你介绍 宝贝 好 朱总 刚刚接手海耀 就对国内的服装市场 这么了解 真是厉害啊 夏总监 你过欲了 对了 今天正好碰到有个事 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李事务绣坊那件事情 和我真的没有关系 我希望你不要 对我产生误会啊 这个我心里清楚的 现在绣坊那边的事情呢 已经是我在负责了 是吗 那太好了 希望那边有什么事 你跟我说啊 我肯定会帮你 那我先谢谢朱总监 夏总监从来都这么客气 我一直知道夏总监 是个很有格局的人 今天呢 我也想敞来新辈的 给你聊一聊 虽然说我们海耀呢 在这个 市场营销管理这边呢 在全国是领先的 但是说白了呀 我也有痛苦的地方 我们的设计师团队呀 太裸裸了 说白了就是全人才 所以借今天这个机会 能不能请夏总监 帮我 有些好的建议和推荐啊 朱总你说的这个设计师团队啊 恰好也是我们明远集团 最看重的部分 我们呢跟全国十几家 服装类的高校都有深度的合作 他们每年 会把最优秀的学生 优先的推荐给我 厉害厉害 当然了 我们也会对这些学校 给予资金上的奖励 厉害 对了 你看那个女孩 她叫莫菲 她刚刚参加完我们 明远时尚的 时尚中国风 名字上虽然差了一些 但是在网上热度还挺高的 时尚圈子内都很看好她 还有每日时尚的吴总 因为她特意破格了 把她比赛作品放在网上预售呢 她看着这么文文静静的 没想到还是这么厉害的设计师啊 现在我觉得好像有点对她 很感兴趣了 那 我就带朱总引荐一下 好啊 两位 我那边还有事 先失陪了 好 范老师 莫菲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海耀集团的董事长 朱海天先生 你好 幸亏 莫菲 你跟朱总之前应该认识吧 之前见过一次 但不是一路人也不用再认识了 我和莫小姐呢 有点小误会 她现在认识了就是自己人 这样吧 我真是给你道个歉 自访一呗 是 既然您都觉得是误会 为什么还自罚一辈呢 莫小姐不愧是艺术家啊 脾气好冲啊 快人快语 不给人留心片 不敢当 莫菲 我知道 你跟朱总之前有一些小小的误会 那今天我们既然都在这儿 有一句话叫冤家易解不易解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就算了吧 而且朱总非常地赏识你 她很希望你能去海耀成为他们的签约设计师呢 谢谢夏总监的好意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设计师 不敢高攀海耀 莫小姐 我是诚心诚意地想要请你进入海耀 这样啊 关于这个签约的条件 你随便开 那我也诚心诚意地告诉您 我不会去的 不好意思啊 朱总 其实莫菲呢 她马上就去法国进修服装设计了 当然了 这不排除她回国之后 你们还有合作的可能 是吗 这么厉害啊 那 恭喜了莫小姐 那就等你学成归来以后 海耀大门 永远向你敞开 我更不会去的 对了 莫菲 笑愚应该来了吧 我们去看看 好 不好意思 适配一下 朱总 不好意思 我也适配一下 来 笑愚 潘老师 莫菲 上次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咱们俩刚做完衣服 收拾完东西就跑了 我一回去 什么都没跟我留 你们什么时候在结合做了 没有 就是方总监教我一些蜡人的技术 你别瞪我 你别瞪我啊 上次在老鹏店里遇到的 我是不会挖朋友的强角的 你知道吗 莫菲 你要小心点 这天才和疯子 往往只有一线之差 你看看现在这个世道 好人越来越难当了 你 唐明轩呢 她去南京出差了 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 怎么关心起明轩了 你俩天天都跟连体英似的 形影不离 那别扭了 没有 她晚一点回来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 同学们都结婚吗 红包都包好了 你俩什么时候啊 你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的事吧 别总拿我跟明轩开玩笑啊 我呀 你就甭操心了 她我不说 你结婚我肯定得去 那我应该好好感谢你啊 既然你这么给我面子 我可不可以拜托你 下次见到明轩 不要总跟她斗嘴啊 这还没结婚呢 都开始当管家婆了 不好意思 我去一下卫生间 江总来了 你们聊吧 我去看看 风景不错 看看 还行吧 多事 凑你的心 你还是凑你自己的心吧 莫小姐 莫小姐 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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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着急走啊 要不我送你啊 谢谢我自己可以回家 很方便的 坐我车还安全一点 路上咱们可以聊聊 合作签约的事 我对海洋一点兴趣都没有 您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莫小姐 你不能上来就把人举直千里之外啊 人与人之间呢 是有了解的过程 你这样你给我个机会呢 你看看我的诚意好不好 可是我并不想聊天 周爱天 小万 你在干吗呢 我和莫小姐在聊聊工作的事 莫菲 你想干吗 她是我男朋友 那麻烦你管好你的男朋友 说什么呢 小万 我还没说完话呢 你着急走什么呀 那你说吧 我听着 这儿哪儿都有你 没案没了的是吧 不是 小万 你别哄闹了 你那儿疼工作啊 你还行吗 喂 莫小姐 不好意思 我送你吧 莫小姐 回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回头 什么回头 你真有意思 之前说了帮我报仇 现在又在这里谈要签她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懂什么呀 我在跟人聊签约 你生什么气啊 你想 我要把她嵌到海耀 她是不是就海耀员工了 到时候你想怎么欺负怎么欺负她 不是随你一遍吗 你真这么想的 当然了 我怎么看不像是 你刚刚看她的眼神 分明就是有问题 你有病吧 你发什么疯啊 我发疯 我看是你心虚吧 朱海天 你丑烟门开门闹闹 小总监 谢谢你啊 小总监 谢谢你啊 这有什么的 你现在是新人设计师 还不算入行 我给你提个建议啊 嗯 从职业的前景来看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得罪 太多行业的老板 可是我就是看不惯她 你知道吗 你的作品被每日时尚选上了 是吗 嗯 可是我好像没有资格 参加每日时尚的竞选啊 嗯 每日时尚的吴总 确实反映过这个问题 但是明轩坚持在每日时尚 用你的作品 因为这个事情 吴总还有一点小小的不满呢 不过没关系啊 我觉得你还是很有才华的 但是有时候 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 还是得靠运气 我不是靠运气的设计师 靠运气怎么了 很多人还求之不得呢 嗯 夏总监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对了 我都忘了 明轩让我帮她送点东西去家里 前面搞个关就到了 那 那你靠边停就好了 我自己打车回去 那怎么行 我得把你安全送到家我才放心啊 马上就到了 到了 一起跟我进去吧 嗯 没关系 我在这儿等就好了 嗯 也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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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太久的 嗯 雪凌 陆阿姨 哎呀 见到你太高兴了 我没想到你了 对了 明轩让我过来给你送点东西 这孩子心里还是有我的 这么远还给我带礼物 只是麻烦你还要送一趟 那有什么的 我帮你拿 那位是 她是莫菲 我们明远的新人设计师 刚刚参加完史上中国风 我跟明轩都很看好她 莫菲 这位是明轩的妈妈陆阿姨 阿姨好 好漂亮的小女孩 又有才华 哎 到家里去吃点水果 没关系 我在这边等就好了 不用 你既然是明轩和雪凌的朋友 这是我家客人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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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我今天上街啊 她的水果特别新鲜 特意买了一份给你妈妈 都是她爱吃的 谢谢阿姨了 我还有礼物要送你呢 你们俩先吃水果哈 莫菲 你不用拘谨 吃点水果 今天啊 我经常光顾那家真思店 拿的新款 就给你和明轩一人买一套睡衣 喜不喜欢 这颜色喜欢吗 这个花色就是我最喜欢的 这是明轩的 那这个很适合她 她一向就喜欢这种素色 你最了解她了 你说好就是好了 我就希望你们 工作了一天之后回到家 能够能够放松 穿一件舒服的衣服 到时候 我把它给放到你的房间去 那不用麻烦了阿姨 还不好意思 我那客房永远给你留着 工作太晚了就别回去了 早晚都是一家人 就不拘这些虚礼了 谢谢阿姨 吃水果呀 阿姨不早了 我还得松莫菲回去呢 这么着急干吗 她坐了两分钟 东西都没吃呢 这两年再来看你 那你答应我了 那我也不留你们了 好 开车慢一点 不你妈妈好 好 吴妈 把这个水果拎到车上去 好 好 那走了阿姨 经常来陪我 我下次再来看你 莫菲哈 下次也来 我们家做客 怎么了莫菲 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困了 不好意思啊 刚刚在明轩家 耽误了你那么长时间 没关系 对了 我听潘老师说 你要去法国念书了 嗯 过几天就走了 也好 多出去看看 你肯定会有更多的收获的 李师傅秀馆的事情 辛苦你了 我跟明轩还商量这几天 会给你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呢 夏总监定客气了 我只是替我师傅办事而已 应该的 明轩这个人啊 从小到大脾气就不太好 我还担心 你跟他一块儿工作 肯定会受不少委屈呢 夏总监 我家就在前面 你在这儿停就好了 谢谢 到了 下期再见 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懂事了 真的 你姐姐都胡闹 我胡闹 朱海天 你要是真替我着想 你今天该当着羞辱莫菲一顿 而且那么多设计师 你为什么要牵她 她那点才华 算个拼啊她 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我看上她 你是不是每天穿个人鞋 走台步走的 把脑袋走坏了 我还告诉你 莫菲就是很有才华 她不是个拼 你知道现在中国风有多流行吗 用不了多久 整个市场都会被中国风占据的 现在找一个真正懂中国风的设计师有多难 你知道吗 连夏总监都非常可好莫菲 我为什么不牵她 否则我这么大一老板 我会搭理一个市场新人 朱海天 我告诉你 你不用告诉我 我来告诉你吧 莫菲是李师傅的徒弟 这个李师傅铁定是不搭理我了 我海耀公司要想发展这个中国风的设计 我就必须欠下莫菲 可我跟她有仇 当年就是当案我被退学的 也是当案我被改办改筑 这样的人 你告诉我你要欠她 你现在到底还有没有我 小曼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能不能把个人音乐先放到一边去 公司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生意你知道吗 我不管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 那你在乎我了吗 你以为公司发展招选了吗 公司没有发展 你还买什么包了 买什么衣服还是旅游 你和西北风景吧你 我累一天了我不想跟你吵了 总之莫菲我签订了 这件事你最好想通了 如果你想不通 那随便你了 我们不用担心 不担心 不担心 想不担心 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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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放箱 我会把你心里 想不解 其实我会帮你 好 曼曼 你在哪儿啊 我找不到你 曼曼 你把我拉黑了 我没办法 只能买一个新的号码 你不要不理我行不行 我好想你啊 我是不是有钱了 你就能回到我身边 我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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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莫菲 莫菲 吃饭了 来了 来 今天排骨不错 怎么了 胆子不小 敢背着我去当模特 妈 那我 我不能 辜负您的基因啊 对吧 再给我演 正一为妈妈做过模特 才知道这一行的苦 你看往哪看呢 好吗 何况这一行是吃青春饭的 你有没有想过 你到老了以后怎么办 真以为每个人都跟妈妈一样新一样 还有你啊 莫菲的事情肯定有你的份 妈 你不是说排骨好吃吗 来 多吃一点 多吃点 对了 我昨天看到你的设计图了 你这次是要走中国东西吗 嗯 那妈很为你教 妈 那在我出去之前 你能不能一直都留在上海啊 可是我今天晚上就要走了 怎么了 没事 你就帮我把它看好就行 嗯 撅嘴 多吃点肉 好 你俩天天都跟联体英式的形影不离 那别扭了 我那客房永远给你留着 工作太晚了就别回去了 早晚都是一家人 就布局这些虚理了 李师傅绣管的事情 辛苦你了 我跟明轩还商量 这几天会给你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呢 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你别录取了 莫菲 你在想什么呀 人家只是把你当朋友 想太多了 你呢 准备一个小小小的店 准备一个小小的店 准备一个小小的店 我恋请到你去政治家里 那边都是他家里的 想家里的 unconscious 我们在不条件里面 去自己做小小 справ 大家好 今天我想继续更新 小王子的故事 不过 我也想告诉大家一个现实 成人的世界里面 根本没有通话 却一如既往的洒脱 面无表情的你对我 说放手 就放手 你也许很难过 你也许很想我 恭喜你提前煞轻了 我续集背景的角色 独角戏 全给我 假如你要我陪你逢 又为何把你真心带走 你一个宇宙 让我失踪 也不再打扰 你的人生 你也不知道 你什么心事 你找着 你找我 我给你 kal 我给你弄 你找我 我对你弄 我弄 你找我 你找我 我给你担心 我看你担心 你担心 你担心 我不可能 关于莫菲是什么问题啊 你破格让他的作品进入每日市场 严格来说 这是不符合合作时候的规定的 而且对其他没有入选的参赛选手 也不公平 我们的赛制是公开透明的 这样破格总归会有人质疑 所以我希望您能好好斟酌一下 所以你是认为莫菲的录取 它是我的暗影响操作 难道不是吗 不是咱俩应该不是第一天认识吧 你还不了解我 可是他是没有完整比赛的学生 那是吴总他们团队的决定 他们对他的作品认可了 他也跟你说了 对吗 你干嘛会想那么多呢 好 我明白了 行吧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好 唐总 为什么来了 怎么了 这么惊讶的表情啊 对了 对了 帮我倒一杯上次就我们两个喝那茶 谢谢 对了 你看一下 喜不喜欢 云锦是要让我拿给秀房的吗 当然不是 那 送给你啊 这个东西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嗯 你就把它当作是你辛苦了这么长时间 我给你的一个奖励吧 可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真的不能收 谢谢唐总 你今天身体不舒服 怎么感觉你有点怪怪的 有吗 没有吧 估计是马上要去法国了 处理的事情比较多 哦 对了 还有明远和秀房的联系问题的话 你以后去找吴兄娘就可以 我已经说好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马上要去法国了 所以以后咱们俩尽量少联系 是吗 没有啊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啊 只是这段时间在明远工作 我和您和夏总监都学习了很多 还让你们两个破费供买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觉得会挺不好意思的 你笑得好假的 是吗 我觉得你现在 跟我很生熟啊 有吗 没有吗 没有啊 要不想外送去 是吗 没有什么 能不想到 你觉得 能不能刘得出来 我在继续里面 不然你真想到 我能不想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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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够见吗 莫菲 是唐总叫你过来找他的 没有 是我来找唐总 他正在开会呢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这是上次他够我的员工证 我以后应该用不到了 麻烦你帮我还给他吧 你是要出门 去法国 这段时间谢谢你和唐诺的照顾了 别那么客气 祝你一路平安 照顾好自己 那我走了 拜拜 你的意思是说你晚上要去法国 所以以后咱们俩尽量少联系 是吗 日子是很平常的过 回到家了以后 只剩下寂寞 幸福的还是有许多 那我给你带来没有 你带来那么恋心 你还有看你 那我看你 你带来那么拔 这才我只是想到你 我看你 你还交给你 不可以了 我看你 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 你要不要 我走了 你知道莫菲姐要去法国了吗 不知道 那你在这儿干吗 我下班我回家大惊小孩 不是 他要去法国了 他马上就走了 今天的飞机 莫菲已经去机场送他了 你 你快去啊 他一看就不知道 那傻的 还好我告诉他 他不再爱我 我坦然地面对我 不堪一起的温弱 他陪着我 一路 走 走 走 完全走 没有门的出口 该怎么形容 御师你好 您的行李超重了 什么 怎么可能 我出门前我在家撑好的 刚刚好 不可能 你是不是算错了呀 不会的 我们已经撑过了 不是 美女 那个 你能不能再重新帮我撑一下 我真的确实在家里撑好的 我不可能超重啊 你看上面都已经显示了 你自己看看 是不是你的撑有问题啊 我家那个撑很准的 不好意思啊 您好 您也去巴黎吗 您能 帮我一个忙吗 ivable uffing 44AME 轩哥 你到了吗 怎么了 那个夏总说 我 那走不了了 刚才啊 真是太感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记得我明明在家里 每天撑 每天撑 那个撑就没有超重 为什么到他这儿就超重了 反正太感谢你了 到了巴黎啊 我一定要请你吃饭 没关系 我叫米多多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莫菲 莫菲 行 你一个人吗 我们一块儿一块儿进去吧 莫菲 我说你慢慢跑嘛 你看你出了一身汗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记得把家照顾好 还有我的鱼千万别忘了 知道了 好了 快走吧 都弄好了吗 走吧 走吧 怎么了 照谁啊